布林运算 布林运算在相当汇图软件是很重要的工具 它可以把两个造型做合并剪裁等等效果 来,那我们看一下哦 这个是一个方形,一个圆形 那注意哦,圆形在上方哦 方形在下方,这影响很大 因为是,现在这两个,对不对 好,这有很大关系哦 来,两个相交,我先把它按右键再置 然后搬过来,好,先看一下吧 我想把这两个做合并 现在变成这样好了 好,选起来的时候呢 在路径的地方做什么,相加 以下面为准哦,以下面为准哦 OK吗,来,当然也可以加成这样 来,再来选起来再次按右键的什么 再置,那就两个再提醒你 红色在上面哦,下面是要保留的哦 来,我想把它剪掉了 OK,来,我们来换一下造型了 按着Ctrl键拖曳改造小 来,我调一下顺序哦,这个 顺序在这里调,往上 现在是蓝色在上面哦 我这边一直想提醒,现在是蓝色在上面哦 好,我想保留红色的 中间要挖掉,来 那这时候呢,选这两个 选到圆,也选到方形 做什么,相减 路径的什么,相减 诶,这中空的 有看见吗 所以可以相加也可以相减 接下来我们来看交集,一样是这两个 好,一样再次再复制一份 我要交集哦 两个交集的地方我想做一个类似 四分之一圆,看见吗 好,来,框起来 路径来做交集哦,这个,当然颜色可以改了 我改成绿色的 好,按着Ctrl键等比例放大 所以这是做交集,接下来我们看排除的 一样道理,谁要选起来 站右键的什么,再次 好,再提醒你,圆形在上面 那框选这两个,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排除,排除就是把交集的地方去掉啦 所以这也是个中空的哦 你看见了吗 哦,这个是排除 第三个什么,除法 来,我们来看看除法 选起来,按右键再来,再次 除法是什么意思呢 好 把它框起来,试一下看看,像这样 来,我们来路径的地方,来做什么 除法在这个,哦,这个不是除法耶 排除,排除 排除,我们看过,我们看除法是这叫分割 这边用词有点要修正 因为我们这边的词叫做分割 分割就是这个啦 把上面圆凸出来那块剪掉 现在造型就变这样 所以可以保留 那这个是两个造型 OK吗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做剪裁好了 那剪裁呢,来看一下 剪裁的时候,譬如说我画一个圆 按着Ctrl键可以正圆,对不对 那再加一条被子曲线好了 那记得被子曲线怎么画吗 来,旁边点一下 呃,换个颜色好了 粉红色,来,画个被子曲线 点第一下 点第二下的时候拖曳 好,按两下结束 那这个画完以后呢 同时框这两个做什么呢 入记地方做什么 剪切 剪切完会变成怎样 好,来 来,那我们把线条给他按着Shift键 就把它剪掉 这个就可以切过来了 就可以把它切成两个 那把它填色改一下好了 填色改一下,这剪切 那剪切我们是这个再来看一下 我们拿这个再来做剪切一次好了 选起来再按右键再再次,对不对 这两个来,选起来以后呢 路径的什么,剪切 就切成这两个了 你看见了吗 这个,那按左键是填色 不过这个填色,因为剩这些呢 填就会变这样 这本来就是一个 那线条经过的地方 会把它做剪切一个效果 那剪是这两个点 以线条为准 所以刚刚是什么 我们刚讲的效果是 这里跟这里剪掉,剪掉这两个点 所以把下面这个 以上面剪下面的概念 好,那我们就了解了 这是布林的运算